西柔鎮安定国小 今年在云林县的低年级 儿童舞蹈组拿到第一名 为此小朋友感觉之前的练习 总算是值得了 也很开心这次的好成绩 拿着椅子踢屁股的时候 因为那个椅子很重 很难踢到屁股 但是得奖的时候呢 还踢到屁股 有 很很很开心 就是用手转胡拉圈的时候 我害怕我转转转 比赛的时候转转转 掉下去 啊你要飞出去 那得奖的时候 超开心超开心超开心 为了可以得到好成绩 西柔鎮安定国小低年级的学生 在这次比赛前几个月 每天都非常努力在练习 也因此这次才能得到第一名 并且将会在明年三至四月的时候 代表云林县参加全国比赛 我们这一次呢 低年级的儿童舞蹈 是得到全线第一名的成绩 那这一次呢 我们编这个马戏团的舞马 小朋友也非常适合 这一班的孩子 然后因为他们 也不却场 所以今年有很好的成绩 那明年我们要带着他们呢 明年三月要到台北的 那个国父纪念馆 再去参加全国的比赛 我们小朋友对于 就是自己可以去全国赛 他们非常的期待跟兴奋 然后我也鼓励他们 他们再来动作可能会变难啊 然后老师会变更多的 舞蹈的比较难的动作啊 就期许他们要继续努力加油 然后把那些难的动作练起来 然后我们去台北 见见世面这样 另外借由舞蹈比赛的练习 让一些对读书比较没有兴趣的孩子 可以在准备的过程之中 获得不同的兴趣和成就感 并且更可以来学习团体生活 增进师生的感情 他本来就是功课 就是都跟人家跟不太上 可是他透过练习 就是舞蹈练习 他开始发现自己可以 有些东西可以做到 他会很开心 他每次会说 我可以耶 我做到了 然后看到他那种很开心 就是很有自信 他做到那种笑容的表情 就会觉得真的是很值得这样 期待在全体师生的努力之下 明年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办的全国舞蹈比赛 安定国小的学生可以争取到好成绩 来为云林县争光 记者临配音采访报道